制裁局防盜版PPS土豆网占不封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考虑修改著作权法 限制民众连接到非法的盜版网站 引发清论言论通讯自由的疑虑 亲民党团总招李同豪抨击 若要打击盜版 制裁局应该协助业者跨国提告求堂 但制裁局却选了最差劲的方法 即使封锁IPDNS 厉害的网友还是可以轻易翻墙 要求制裁局先开公听会 不要炒帅修法 封锁网站有没有一些反应的地区 还是一个行政的地区 那这个不论活大了我们的行政区 这个也是值得考虑 制裁局副局长李美丛申 未来只会针对境外网站 而且网站上几乎是百分之百侵权 才会限制连接 如中国知名影音网站 PPS跟土豆网 因人有合法影片 所以不会限制 至于外界关心言论 通讯自由及隐私权会遭侵犯 制裁局则提出澄清 我们过期的规划 这个封锁的对象 在技术上是IP位置 跟DNS网易营程 所以不会有这个 不是要去封锁这个试补器 所以就不会有检测 或方式及到这个检查资讯内容的问题 对此有网友表示说 PPS跟土豆疯了会暴动 但也有网友质疑 有意他合法就算合法 侵权定义太模糊 痛批 放任盗版大户不锁 动新闻综合报导